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俊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欢迎到酒吧新闻台 您再说什么是非要不可 我是你非要不可的刘俊耀 瘦摇摇 礼拜五大捕头 大捕头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呢 我们咱们神探李昌玉的第七集 这个讲到这个他后来去帮忙呢 美国白宫侦办他们的助理这个顾问 Lincent Foster 的那个枪击案 那枪击案到底是自杀还是政治谋杀 那这个礼拜应该是继续 但是呢 但是呢 所以要在这个礼拜呢 经常从上个礼拜发生了台湾发生这两个案子 一个呢就是巴黎的双尸命案 一个呢是这一个 我们三重的一位陈婉婷啊 被这个分尸 淹头 淹头就是用盐巴淹制他的头啊 然后的一个一个命案 好 那这两个案子呢 这个 我在电视上有一直在做一些协助一些分析 当然啦 这边要先讲我们的分析啊 这个也不像人家有些分析实在是他用演的 演的很夸张 那我还看到在这个摄影棚还开香槟庆祝的 因为收税率很不错 那在谈命案的时候呢 收税率不错 竟然开香槟 我觉得说今天股票台股大涨 然后大家呢 都很高兴 股民欢庆 那收税率很好 那大家开香槟 大家这个 这个普天同庆 我觉得很好 开这种 这种香槟喝得下去吗 我这个觉得实在是蛮为这些媒体人 我都觉得自己要自制 礼拜一的时候我提过一点点 但是今天我想再强调一下 很多的分析其实是 很多人说是媒体办案 那媒体办案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这样 那我们不是说这样子就不对 或者我没有好跟不好的问题 媒体办案 检警没有想到的 那有没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 那你们有讲说 那你们有检警那么专业吗 我跟你讲 我们很多的专业的社会记者 他所做的一些见识啊 绝对我所谓见识就是见多识广 绝对不会是像检警有些时候在办案子的人 他就专注在他那一块 所以提供的一些意见呢 也就只有意见 那你要听不听 你可以去参考吧 呃就像我们在调的这个白宫主理顾问 这个枪击案 那美国的媒体办的也是沸沸扬扬 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 公收公有礼婆说不有礼 一定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可受公平的嘛 所以你也不能够 所以办案人员也没有办法指手遮天 你想办这样子就往那边去办 一定会有一些媒体会跳出来看说 哎你这样子为什么要遗漏那一方面呢 因为简便双方一定各有立场 那简便双方一定也都会把这些讯息透露给媒体 认为对方哪一个地方办的不太好 好那这样子呢 媒体就有一些 基于他应该要让更多人 知的权利民众有知的权利 让他们更知道说 这个案子 检警办的态度公不公正 办的这一个也没有故意呢 朝某一个特定方向去办 那个东西是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有朋友跟我讲说 阿君耀你在那个电视上讲那么多 你的大捕头为什么都没有讲 上个礼拜其实我本来就想讲 可是我一直在等待案情的一个 一个更明朗的发展 可是呢上个礼拜是巴黎案 他一直在焦灼 然后后来又发生了这个 三重的这个案子 所以我这个礼拜呢我想 现在也没有说非常的清楚 那但是呢我还是呢 把它稍微做一个 做一个整理 让大家也知道说 其实哪些 尤其是观念上的东西 我觉得以我们 这个二十几年的社会记者 来跟大家呢交换一些观念 我们就在看这些社会新闻的时候呢 让大家也可以有一点 基本的态度 应该会在哪里 首先当然就是无罪推论 无罪推定 那但是 于步一处有疑 那是呢更上一层 无罪推定那是一个基础 大家不能说 比方说李炳红 哇大家都觉得说李炳红 他一定呢 一定就是祖贤啊 可是我说实在说要从一开始这个案子 我就不认为是他 因为他一开始被咬出来 都是 这个谢一涵的自白 那用一个这个去盗领 盗领使者的 钱财的这个被告 所做的自白 然后呢去 以这个自白为蓝本 去办的案子 在我看过的这些刑案里面 我认为是很不可靠的 很不可靠的 尤其 你没有在 把基震补强之前啊 你就抓人了 抓人之后 再来补强基震 我觉得呢 办到现在会开灰 我们说 把灰了 都灰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是因为你的根本在于你的基震呢 还没有 巩固 客观的基震还没巩固 你只有纯粹就他的主观的动机 就是犯译的联络 认为说他们一定有相关 他讲的 谢一涵讲的一定就是这样 记不记得 我跟各位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 百慕达的美少女命案 17岁 有这个加拿大的美少女 我记得叫做Robeca吧 他到了 百慕达去 结果后来被 一个 大黑人 一个小黑人 我这样顾起来 我用这样子比较 大家比较能够 不用再去记那个名字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黑人 一个年纪比较小的黑人 两个人一起载着他 然后在海边 后来呢 把他 奸杀了 后来 大黑人在第一时间 就跟警方讲说 哎呀我自白 我自白 我告诉你们 就是那个小黑人杀的 过程是怎么样呢 是 因为 我先跟这个 死者 生前呢 就发生 这个 心癌关系 然后呢 我去海边 要洗身体 后来 听到后面有尖叫声 一回头 看到这个小黑人呢 拿着刀呢 在追杀他 因为他的朋友嘛 后来 就 带着他 赶快 离开现场 把刀丢在哪个桥下 我愿意做自白 而且我愿意认罪协商 当这个物点证人来指控 来作证 就是小黑人干的 认罪协商多少 5年 你可以判我5年 那我可能就是等于是这个协助 这个 等于是一个帮凶嘛 共犯 可是我认罪协商 5年 好 哇 简井 大乐 不是大乐透 大乐 就算我说 哇 这个案子这么简单破了 我 可以挽救我百慕达 的观光危机 人家不会因为说 我这些案子不好 就不敢来了 所以哇 好 你的自白太有价值了 我们就全部依照你这个自白 这边的脚本 我们开始来办案 完完全全 按照大黑人所说的 这个过程怎么样 然后小黑人怎么样 然后刀子丢在哪边去找 刀子有没有 有 所以大黑人的话是可信的 啪啪啪啪 小黑人抓起来 嗯 抓起来 踩檢题 宋燕 敌人一定就燕嘛 因为你呢 对他有发生 这个性爱关系嘛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一些激震嘛 好 宋燕之后 檢警 在宋燕报告回来之前 檢警已经招告天下 案子破了 而且呢 被告呢 祖贤祖谋 一级谋杀罪的呢 就是小黑人 然后他有个共犯叫做大黑人 大黑人呢 跟我们认罪协商五年 OK 把这案子呢 糟告天下 哈哈 我们百慕达警方 是非常有效率的 包含能力强 而且呢 为我们的社会治安 大家来这边玩呢 一定一定很安全 请继续 来我们百慕达观光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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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哇大家 普天同庆 诶 报告回来啦 不是 报告回来说 小黑人呢 的DNA 完完全全没有出现在 这一个死者的身上 也就是说 小黑人跟 跟那个死者 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肢体的碰触 他的身上就只有这个大黑人 从头到脚 什么都有 哇 灰灰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今天再回过头来 要来起诉这个大黑人 用一级摩杀起诉他吗 不行 同一个案件 这是法律规定 同一个案件 所以呢 只得判小黑人呢 无罪 请离开 那这个案子呢 剩下大黑人 就大黑人你杀的啊 可是呢 因为你前面的这样的 法律的程序的结果 诶 司法讲究的就是 先程序后实体 台湾也是一样 先程序 后实体 你程序要对 比方说 我今天要监听 搜索 干嘛的 我如果违反了程序 那有一个读术读国理论 违反了程序 我后面所做的呢 都是 不对的 比方说 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 分尸 烟头案 那一个被告 陈家富 不是就讲说 哎呦 你们是3月15号 抓我的哦 所以你们现在可能是 那个 检警共用24小时 的这一块哦 你们可能已经 已经 违反了哦 所以 对我来讲呢 是怎么样怎么样 诶 我在讲这案件的时候 就什么东西 我想到什么 讲进来 大家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些 配比 诶你看 陈家富 他都懂 先程序 或实体 你程序 你不可以违反程序哦 你违反程序的话 我所做的共识 或者是你们所做的 这一个 都是违法的哦 诶 陈家富 一个领有中度 精神障碍手册的人 竟然可以告诉你 告诉检警 你们可能违反了 检警共有24小时 的这个规定 诶 有厉害吗 这也难怪他 他去年犯窃盗案的时候 他用 他是 有被害妄想症 来作为答辩 结果法官说 你不要假啊 哦 法官当然不是这样讲 这个是我家的 诶 你在行为时 你都可以知道 要怎么样 去做辩解 让你呢 能够呢 因为你知道你这个行为 是触犯法律的 所以你也知道说 你也会做一些答辩辩解 说我我其实怎么样 我是忘了 我只是忘了放回去而已 之类之类的 一点都不像有精神障碍 所以呢 驳回 你的 就不采信他的证词 斗词啦 你根本 根本就在案发行为当时呢 是有行为能力的 并不是什么 处于精神浩弱啦 或者是呢 没有自我意识 你根本就是在说谎 哪怕你呢 说你有什么精神障碍 来 一样 切到罪 判刑 所以 但是 你就会知道 连陈家夫他都懂得这个 这个程序 程序 重于实质 先程序 后实体 所以你看 在这个黑人 大黑人 小黑人的这个案例当中 大黑人就已经很清楚啦 我的权益在哪里 我先布一个局 我先这样讲 跟你正罪协商 后面呢 如果当时的检警呢 不要那么的急 那个求好心切 急功心切 不要那么快宣布 欸 我们先等报告回来再说吧 急证回来再说嘛 这是很重要的证据 先确定 DNA的报告 上面到底是谁 再来说吧 不要急着搜网 的话 这个案子呢 会不会鬼鬼 不会 小黑人 报告回来 小黑人无罪 请离开 大黑人 你就是 对不对 整个案子过程里面呢 完全就是你 对不对 他怎么 他哪有杀他 他根本没有碰到他 哦 这个案子呢 你就可以用 一级谋杀罪来起诉 大黑人 可是你一开始呢 求好心切 求功心切 急着搜网 你就会造成呢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在美国 一样会发生 那么先进的国家 一样 他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说 我们这边 所以 当 谢一函 用他的自白 杰恩锦用他的自白 开始去 整个 大张旗鼓的 先抓人了 把这个三个被告 吕炳宏 终点峰 欧石城 全部一口气抓来 因为什么 因为谢一函说你们有 然后呢 你们就有 而且呢 谢一函说 这个他们怎么样 是在欧石城的车上 墨绿色的车子里面 是第一现场 什么 讲的这个 会胜会赢 好啦 通通抓来 抓来之后呢 谢一函说没有啦 你们要顾示我就给你顾示啊 哇 头卡摩雷修 你们要顾示我就给你顾示啊 表示什么 现在当时在那个 检警警方你在问的时候 问案的时候 你 他根本 没有要告诉你实话 所以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 就在于 脚本是错的 在错的 问题 是找不到真的答案 正正确的答案 所以吕炳宏 我为什么一开始 我就不觉得说 他一定会是 一定有事案 另外一个 吕炳宏 的辨识度太高了 他那个脸啊 一看哦 你看到第一眼 你就不会 第二眼再看到他 你不会忘记 因为他的脸太好认了 他就是 一个辨识度 高的 像比方说你看 那个中点峰啊 或者是那个欧石城啊 其实 辨识度都没有吕炳宏 那么高 三个人站在你前面 你看一次 看完 到时候 三个人再再一次 你可能 只会记得 吕炳宏 好 那吕炳宏 这样的一个 辨识度这么高的人 又是咖啡店的老板 今天 如果是你 你会想要在他自己的店门口呢 把两个尸体 气势在那里吗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单单这一点我就想不通 一个三十几岁 还没四十岁的一个 生意那么好的一个店老板 他有需要 来这样做吗 就算要做 不是说 他有钱生意好 他就不会涉案哦 我不是这个意思哦 就像我常常讲啊 很多有钱人 他还是会是诈骗哦 然后他会 杜王的时候说 我都这么有钱 我怎么可以去骗家钱 错 他就是因为骗家钱 才会这么有钱 所以我对于 因为他很有钱 因为他生意很好 他就不会涉案 我不是这个意思哦 我再强调一次 而是说 我怎么可能 让自己暴露在一个 很快就会被 发现 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呢 我今天我要放案的话 我刘俊要放案 我怎么可能 会把这个尸体 丢在我咖啡店的前面呢 我脱下坏了吗 连个 巴黎的这个 这个案子是这样 你看那个 三重的这个 分尸 是烟头犯 他都知道要把头 带到嘉义水上去丢啊 是不是 所以说 我把这两个案子呢 合并在讲的时候呢 我待会会做一些对比 让大家知道 哪个案子是 巩固的 这个三重的案子 是巩固的 巴黎这个案子呢 是开灰的 进广告 广告之后咱们去聊 好 回到918新闻台 我是刘俊耀 手药药大捕头 大捕头 这个礼拜 我们就来讲讲这两个案子 台湾这两个案子 不然听众朋友会 把我的邻居都会 都会有点怪我 不晓得为什么 他说 你们在电视呢 有些时候有个看到 有些时候没看到 可是呢 你在广播讲一讲 你还会PO到网路上 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就什么时候 都可以去看啊 你要讲啊 当然他们赞美我很多句啦 你们所有的评论里面 你讲的最清楚啊 什么的 当然 我每天在这边讲故事 当然调理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先讲这两个案子 我稍微先跟大家做这个对比 你就会清楚 他的完全是两件事情 绝对不是 有些媒体讲说 这两个案子都陷入胶着 同样的两个什么 第一县长都没找到 什么凶刀都没找到 什么什么的 我跟各位报告 巴黎的案子会開灰 是因为呢 巴黎的案子是先抓人 再去找机证 对不对 各位先抓人嘛 协议涵抓了 协议涵抓是很有道理 他是道领案的 绝对的被告嘛 可是他未必是命案的被告 各位啊 不要以为他道领的那个 他就一定会是命案的被告 你不能够一开始 绝对要合理怀疑 他就是跟命案有重大关系 可是他是不是就是杀人的凶手呢 未必 各位啊未必 因为他可能 是只是去领钱而已啊 他不一定一定是 动手去杀害的人 各位要有这种概念 好 那他所说的自白 我们就把人都抓了 抓了之后呢 根据这些人呢 再来讲说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你说你没有 你没有 那你提出证据来说你没有 各位 这样办案的 我们要 我们大家都设真处地 去站在 吕炳红这三个男的 的这个的立场 你要去这样去想 啊无罪推论 如果被一个女生这样子咬 说哎 因为我这就跟他是同事关系 哦 就因为这样子而已哦 然后他就说 我涉案了 哇 我要去证明说我没有做的事情 各位 这有多困难 因为 谢一函说你李炳红有 结果呢 警方说 你有没有 然后你说你没有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 他就说你有啊 哎这个不太对吧 逻辑上面是不对的 好 所以呢 他是从 先抓到主 那个 人 再来 先射箭 再画靶 再把激震要去补墙 这个容易溃灰 我在对比 三重的这个 分尸 沿头案 是先什么呢 刚好倒过来 他先有激震 再抓人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有先有激震的 才抓人 比方说 他们是先发现到了 人的 因为收到信嘛 桃园 收到信 说 哎 在嘉义水上哪 哪 某一个地方呢 有一颗头 我是好心人 你们看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警方去看 果然有一颗头 而且来被盐巴 封 封住他的脖子 这个切口的地方 哇 是一个盐头案 开玩笑 这个很少 说要在台湾跑 社会新闻也是第一次 看到用这样子盐的 好 找到了 那这个头呢 因为被盐滋过 盐巴 虽然我们在盐腊肉 有没有 这样讲 以后大家不敢吃腊肉 很多知道 用盐巴呢 可以保存 的比较久 这是呢 从古代 我们就很多 世界各国很多人 都知道要用盐巴 来做腌制的 这样的东西 他不希望让他 一下子就腐坏了 腐败了 长驱了 变白骨了 不要 他把它腌起来 让他可以保存久一点 目的 这个目的 我们后面再讲 但是这个是基震 我先讲这个 这个整个流程 先有了头 好 开始 这头谁提来的 你看 所以有监视 监视录影带 一步一步全部掉出来 从嘉义 水上 开始去掉 周边是谁去丢 那个头的 然后呢 一路呢 铺牌 往回追 你整个就追到 包括 这一个 陈 这个死者 叫陈婉婷 陈婉婷的背景 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是谁了嘛 有身份了嘛 开始陈婉婷 通常警方办案是这样 找到这个东西 开始会分很多组 好 那你调查陈婉婷 的这个人 好 第二个来 第二组来 你调查陈婉婷的家庭背景 第三组 第三小组 你去调查陈婉婷的交友情况 第四个 你去调查谁谁谁 都是这样 一直分工下去 然后呢 比方说调查他的家人的部分呢 查到了陈家妇 他的二哥 查到他的妈妈 查到他什么 一定 有一个 专案小组 一定是这样分组 然后呢 每一个人都要去查 好 一查到陈家妇 很可疑 开始在查陈家妇 在深入再追 再分出小队 再追 比方说陈家妇 有没有投保他什么样保险性 有没有 又后来追出来 好 那陈家妇的行踪 画出来 就用他的手机的讯号 他什么时候在哪边出现过 基地台 原来在台中出现过 然后呢 再继续追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嘉宜的一些车站 这些监视的 录影画面 都拍到他 变装 戴个假发 戴墨镜 穿个大热天 穿个黑色的羽绒衣 看的就像笑的 很多人 跟他讲话的过程里面 都发现说 这个人让人家印象深刻 甚至有些人 看到他 来询问 来问路的时候 不太愿意跟他讲话 好 这个人非常的可疑 好 再追到他的店里面 来自助餐店工作 你是个厨师 那你的情况怎么样 咯咯咯咯咯咯 一咯咯咯咯 好 查出来 查了那么多 什么时候 把人 生压的 各位 发现头 的时间 一直到 把人抓了 警方 快马加三边 把整个机证呢 该有的 掌握到了 客观的机证哦 他们警方去掌握这个机证 都不是 有一个人 一个被告 像谢阳这样告诉你说 哎我告诉你啊 就是谁干的啦 然后呢他是怎样 怎样 是不是这样 不是哦 完全不是 完全是警方根据他们自己的SOP 然后呢 去把这个 机证呢 建构起来的 当这些机证建构起来之后呢 好 抓来 来来来来 陈家富来来来来 你社友重贤 你要交代这些东西 然后他开始 用我的中度 金账手册啊 妈妈 第一时间 陈家富的妈妈 告诉监警说 哎 他已经有中度金账手册 你如果要询问他 必须要帮我申请 家福基金会的律师到现场 我问了很多人 包括黄珊珊 黄大律师 都说 哦 很少听到这样的 没有听过 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家福基金会 有提供律师给 精神障碍 的被告 不多 一般人 不会知道的 当然 那我就不能说 他们家是一般人 因为也许 他之前有犯过那么多案 妈妈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 他可以有这种 这个 家福法律 的辅助 OK 第一时间 他 早来了 开始问洞基 那东西怎么样 哎操啊有保险金 你给他保的这么高额 不要说 对他来讲是高额的 对他来讲 六百多万 算是高额 那这个 这个保险金 是意外的 意外险 不是人售险 意外险 所以他还付得起 意外险 大家都买过意外保险吧 并 那个保费呢 是便宜的 但是你如果是死于他杀 你还得确定说呢 这个受益人呢 跟你之间呢 是没有任何的 跟命案是没有任何的关联 要藏得过你 如果呢 这个保险金 就像这个 这个案子 你今天 保了最后的三百万 就是他在失踪前呢 又加保了三百万 受益人只有陈家富 那后来 如果证实陈家富是杀 是凶手 现在其实已经很确定了啦 这一笔他就不能领 那但是呢 前面他保的那三百多万呢 受益人是陈家富跟他的妈妈 那陈家富的妈妈可以领 如果他没有失案的话 那如果他也有失案 包括连前面的预谋 只要有一点点的失案哦 只要有犯益的联络哦 他可能都是共同证犯 那他呢 都不能领 先把这层关系呢 讲清楚 我对于任何人都没有成见 但是我都会把 这一个可能的范围呢 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否则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 陷入李昌毅博士所讲的 keep side 就是管件 哪个一个管子 看到的呢 就是呢 我管子里面看到的 管子以外的呢 我都不管 那叫管件 那你就会把案子呢 就办小了 也许 你就说 陈家富就已经破案了啊 只有陈家富一个人是案吗 万一还有别人呢 进广告 广告就继续聊 好 欢迎来918新闻台 我是刘俊耀 受药药大捕头 谈一谈 这 震惊台湾呢 这两个礼拜以来呢 哎呀 真的是两三礼拜了 这个沸沸扬扬 大家呢 这个全民办案 全民柯南 但是大家要当柯南呢 也要当个有这个 有一个基本态度的柯南 不能当疯掉的柯南 我已经 像我看有些人已经快疯掉了 但是越是这样的案子 说实在 我们就越 越谨慎 但是呢 我们耳目啊 不是要打开的 我刚刚就讲 你不能够管件 tip side 你只要是把这个管子 放在你前面的时候呢 你就会只有朝那个管子里面去看 你就会注意 不注意到其他的 还有些什么 那 所以 包括我刚刚讲的 这有 有一点嫌疑的 你都要去 把它纳入 可疑可能的范围 为什么这样讲 大家记不记得 我讲的 这我们之前也 花了一段 一段时间在想的 那一个 也是李昌宇办的那个案子 我我觉得李昌宇的很多的案子 有名的刑案 到后来 你看都可以成为很多的地方 你都可以当作类比 还有当作就是我们办案的一个参考 态度的一个参考 大家记得我讲的那个小小皇后 玄美案 六岁的那个琼百蕊 她不是被发现意外死亡在地下室的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呢 一开始第一时间 检警 就把她的爸爸妈妈当成也是苦主 对不对 所以说 很 你怎么好意思 再去 好像给他一点压力 或什么 你认为我可能是 可能是嫌犯吗 还是怎么样 他的哥哥 九岁的哥哥 你可不认为他是 他是嫌犯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们家都已经死了一个人啊 我告诉你 这句话 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人之常情 人家家里人家死人 你要跟人家说人是凶手 会不会这样 很多的人之常情 我已经讲了 人之常情 但是办案能不能这样 不行 你办案绝对不可以这样 办案的人啊 你不 绝对不是情理法 而是法理情 一定要倒过来 我想执法 执法者 一般的 不管是我们 好社会新闻的啦 我们有时候在下笔的时候 也许也会勤理法 就会 你会觉得说 你已经 会人之常情 陷入你的脑袋里面去那个 可是我尽量都不 不这样子 我的师父啊 秦德川 就是教我 你就能眼旁观 到了火灾现场 到了命案现场 家属在那边痛哭干嘛 当然我不会去问到愚蠢的问题 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们不可能去问到愚蠢的问题 可是你要眼睛去看 去观察 去听 他们的眼神 讲话 种种像 比方说我 我会讲说 家屋基金委 你要先帮我申请 家屋基金委的律师呢 我会觉得很奇怪 好 的原因在这里 你怎么会第一时间就这种反应呢 好 OK 这些都是我们的判断 只是 于不于处有疑 就这样而已 但是他是不是呢 不见得 各位 问号一定要放在心里面 好 那 琼白伦那个案子 美国的检警第一时间 今天就把他当成是一个苦主的时候 后来通通没有 第一时间 也没有问到那个九岁的哥哥 没有问 因为呢 妈妈说 当时哥哥 在二楼睡觉 一直睡到早上九点 所以呢 他这跟这案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切割开来 而且一早呢 他起床之后呢 就带着请人家来把他给送走了 就送走了 可是大家知道 很多的小 小女生啊 或者是小孩子在家里面死亡 他绝对跟亲人有关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 跟亲人有关 因为是小朋友嘛 能够去让他遭受到伤害的呢 你不是亲人还有谁呢 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呢 被左邻右舍或附近的 刚好二人呢 经过把他给杀害了 就像新竹 是新竹在台中 那个六岁的女童被那个竹间穿刺的 那个案子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案子 就是被陌生的人所为的 好 那 除非是这样 否则大部分呢 都是亲人 因为亲人 我这样讲 没有行为 尤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人 多半一定是亲人 我所谓没有行为能力的 就比方说 之前 有没有 用钉子 把自己的太太钉死的 那位老先生 对不对 我刚刚讲的 那一个 这个 这个 熊白蕊这个案子 还有 精神障碍的人 他的行为能力也很低 他也很有可能 他如果死的时候呢 不是自然死亡 他也很有可能 都是被亲人所谋害的 各位 我这样讲的是很 我讲的很小心 我不希望大家去做一些 做一些 就马上就认定说 哎呦那这样子 陈家 这个陈家父的妈妈 陈婉婷的妈妈 是不是就有 就有设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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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个意思喔 这个 但是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怀疑的态度 我想这是执法人员 我也是 我的人性也是肉做的 但是我们只要训练 有社会记者 这样的一个训练 我们会尽量保持 能眼旁观 如此而已 所以 全白蕊让案子 后来 发现 妈妈在报案的 那一个通年记录的 录音带 当被用高科技 做一些分析 还原背景声音的时候呢 发现了 九岁的哥哥 用很慌张的一个口吻呢 还有很迷惑的口吻呢 问了他爸爸一句话 我做错了什么吗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个时候 表示他清醒的啊 为什么你全白蕊的爸爸 跟妈妈 在第一时间要保护他呢 让他去跟这个案子完全没有关系呢 他明明就是醒着的啊 而且还问了 他爸爸这么一句话说 我做错了什么吗 可是你们竟然说他在睡觉 而且不让他不接受检警的训问 如果在第一时间就被训问的时候呢 后面都会成为陈塘的 的证据 不管是旁证 不管是什么 诶 会一再的被检视的诶 会一再被检验的 包括他这句话 你做错了什么 当时你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为什么你有点迷惑 有点惊慌 你做错了什么 所以 我们神探李昌宇 为什么会觉得说 诶 这案子 应该可能就是一个意外事 可能哥哥跟妹妹 在玩耍的过程里面 然后呢 也许不小心把他推倒了 就滚到地下室还是怎么样 撞到脑袋撞到 或什么种种的 造成小女生的不幸意外死亡 可是这样的不幸意外死亡呢 哥哥一定要负有责任了 那爸爸妈妈就认为说 怎么可以的 这个事情已经够让我伤心了 哥哥还得要去负起行者 或者是留下一个很深远 在人生上面 人生慢慢 九岁而已 以后就要 背负着 你害死了妹妹 的这样的一种 心理上面的压力跟阴影 爸爸妈妈可能觉得 不要让他这样子的吧 那我们就来布置一个 布置一个 好像被绑架 杀害 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来掩盖这件事情 让他的儿子呢 可以安全的脱身 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最后我 我还是有提醒的 说也许在他的九岁哥哥到九十岁的时候 有一天说不定他要往生了 他讲出来说 其实那个案子是如何如何如何 也未必 也有这个可能 那就真相大白了 可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如果检警没有这么的 因为把情理法的情就放在第一位 然后排除了呢 他们的这个训问 家人 最亲的人的训问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太难过了 不要再 不要再那个了 再给他们压力了 如果你没有 你如果当时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案子 可以办得下去 可是当初是那样子 当后来检警滑鞋 不对 哎呀这爸爸妈妈的表现太超乎寻常了 太超乎寻常了 怎么可能在发现 小孩的尸体25分钟之后 你马上订了飞机 要飞往亚特兰大呢 太不 太太超乎人之常情了 开始回过头来 锁定 他们夫妻可能涉案 而且全美国的媒体 全美国的人都认为 他们这对夫妻涉有重险 而且爸爸可能还性侵了 这个 这个 小女儿 后来发现 都不是 都没有 检警还写了一封信 跟爸爸道歉 说这个案子 我们已经排除你 最后了 排除你是被告了 而且我们 这段时间造成你的困扰 我们非常的抱歉 所以 要当柯南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先到这边 但是呢 当柯南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 下个礼拜 咱们再来咯